这起事件呢 它是墨西哥航空2431号航班 坠毁的事故 刚起飞的时候呢 就疑似碰上风切与急速下沉气流 直接坠毁在跑到镜头不远的地方 飞机几乎全毁 还起火燃烧 整起事故最终造成了14个人重伤 25个人轻伤 大女 哈喽 Ladies 上海的学生 大家好我是们哥 欢迎收看生命不可思议的事情 各位不还记得萨伦伯格机长吗 我知道 你不知道他是谁 所以我会先给他简短的介绍一下 他是一位将飞机迫降在纽约哈德逊河的那一位 2019年1月15号下午3点26分 他驾驶飞机从纽约拉瓜迪亚机场起飞 一分钟后机场向塔台回报 说把鸟集造成两具引擎视觉动力 塔台立刻建议折返机场在原机场降落 萨伦机场当下判断距离过远无法折返了 虽然他就改往新泽西的泰特伯勒机场 但是由于当时的飞机高度与下降的速率 他判断无法安全抵达那个机场 奔着飞行员多年的经验跟驾驶的训练 他当机立断 决定将飞机带往人口较不密集的哈德逊河 下午3点32分 他迫降在哈德逊河上 整起事情从起飞到迫降只花了6分钟 当时的河水只有摄氏4度 非常的冰冷 少有不慎很可能就会酿成重大的遗憾 好在不仅迫降成功 而且四周的渡轮以及锦销及时赶到 全机155个人全部获救 没有遗憾的事故发生 人称哈德逊河上的奇迹 确实如此 这些的概率真的很小很小 中间只要有一个决定不一样将产生难以想象的结果 那让人不禁想问了 一场空难的结果是否可以凭借着飞行员的专业而有不同的结果呢? 又或者是好运来石头牛都挡不住呢? 一查之下 还真的有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这几起 神奇的空难事故吧 刚刚讲到的是哈德逊河上的奇迹 接下来讲的也是个奇迹 人称哥特罗拉的奇迹 事情得说回1991年的12月27号 这一天刚过完圣诞节不久 一架北欧航空751号班机 预计由瑞典飞往波兰的班机 在瑞典斯的格尔摩机场准备起飞 正值大学纷飞的季节 这架班机在街上停了一整夜 当时的温度已经降到零度以下了 隔天早上机上布满了厚厚的一层血 地形人员先后进行了两次的除兵动作 但第二次做完之后 并没有再次检查机上是否还有残余的冰水 然后飞机就这么起飞了 起飞过了约25秒后引擎发出爆炸的轰鸣声 机长判定认为是引擎压缩机失速所造成的 但实际上是因为基因末梢 有一些残留的冰被吸入到引擎里面了 打坏了引擎的叶片 机长本来想收减油门降低引擎的损耗 但说不是该飞机上配有自动推力恢复系统 这个系统主要是用于起飞的时候增加动力 防止飞机失速的装置 这时这个系统悄悄介入了将引擎开到最大的输出 导致最终两具引擎相继失效 左边的引擎排气温度过高 达到摄氏800度 引发火警警报再起不能 这时候情况进入到最危急的时刻了 只能够做最坏的打算 机长预计要将飞机迫降在波罗的海 但高度不足 最终他坠毁在了哥特罗拉的密令当中 很幸运的是 这整起事故总共造成了92个人轻重伤 看起来非常严重 但很幸运的点在于没有人死亡 看来圣诞老人还没有走远 飞天雪橇一记神猪公 拯救了机上的所有人 还记得吗 我们那样圣诞老公公 可是比闪电侠还要更闪电侠的闪电侠 要圣诞老公公来救这架飞机 看老乡也是蛮有可能的啊 好了 再来我们看到加拿大 刚刚的神猪公没有了 倒是有猪队友 碰上英雄级飞行员 事情发生在1983年的7月22号 加拿大航空143号班机 如往常一般 这架波音767 由沃泰华飞往爱德蒙顿 那飞到一半的时候呢 油压偏地的警报响起了 起先机长不以为意 而关掉了这个警报 但几分钟之后 机长的警报再次响起 紧接而来的是 左边的引擎熄火了 而熄火了之后 就再怎么样也开不起来了 就在这个时刻 好死不死 右边的引擎竟然也熄火了 这才发现 飞机没油啦 那为什么会没有油呢 我们等等再跟各位说 那这架喷射科机变成了滑翔机 此时它再也不能随意的飞了 现在它只能用最短的时间 找个安全的地方 迫降 起先机长 联络了温尼泊机场 请求迫降 但是算了算 现在飞机所在的位置 到温尼泊还有104公里远 如果引擎还有动力 那还有机会 但现在我们只能够滑翔过去 这根本到不了 眼看到不了情急之下 城市的加拿大皇家空军飞行员的副机长 想起了附近似乎有个废弃的皇家空军基地 于是立刻向航管邀了该基地的相关资料 准备求榜迫降 好险当天天气良好 眼看机场就在前方 但是 好死不死 飞机进场的高度太高了 现在迅速下降的话 又怕速度太快 身为一名滑翔爱好者的机长 零机一动 开始使用滑翔机 前侧滑的技巧 一边降低高度 一边使飞机的阻力变大 一保持稳定的速度 这个技巧一般都是在滑翔机 或者是小飞机上面使用 在波音767 这架大飞机上面使用 可以说是头一招 事前的成败 没有任何人能够知道 只要任何一个出乎意料的结果 很可能就是击毁人亡 那机长进行了一系列操作之后 他顺利的将高度给降低了 准备要降落了 但是由于机长的电力系统 主要是靠飞机的引擎所产生的 但此时引擎转不了 也就意味着机长没有足够的电力 放下切落架 只能靠重力放下来 后方的主轮 成功的到达锁定的位置 但是鼻轮没有成功锁定 于是这飞机就这么跌了个狗吃屎 这架飞机就这么在跑道上面 一直滑一直滑 直到完全停止 全机上下 10人请衝伤 但是全速生还 顺利的大家都下机了 同时等待在飞机外面的除了消防队之外 还有非常特别的机构 他们是 金氏世界纪录审查员 这架767客机 在没有动力的情况下 在天空当中滑翔了17分钟 抵达了50公里外的废弃空军基地 创下了当时 由民航客机滑翔最远的金氏世界纪录 好了 接下来就来说说造成这次空难的原因了 为什么他们会没有油呢 这一架767对当时的加拿大航空来说算是新的机组 当时加拿大航空他们计算燃油的单位是采用音质计算的 而波音767是采用工质计算的 原本要加入的油量呢 是2088公升 你各位听到这数字吓到了没 吃不吃惊 金不紧要 那结果呢 他们只加入了4916公升 加上当时飞机原本有的油量 最终只有达到12598公升的燃油而已 那由于机组人员跟机师都对于新的飞机不熟悉 没有人注意到这一个单位的差异 最终才导致这一起离谱的事故 竟然飞机会因为没有油 而在空中熄火 喷射科技变成超大滑翔机 那好在机长跟副机长都是英雄级别的 要不然后再会被这个没有把油给加满的猪队给害死 最后一个空难事件呢 也是莫经哥认为最扯的一个 刚刚很扯了吗 现在这个保证再刷新你的三冠一次 这起事件呢 它是墨西哥航空2431号航班最回的事故 而且事情才发生约在两年前左右 2018年7月31号 本来要从杜兰哥机场飞往墨西哥首都的 贝尼托胡亚雷斯国际机场 但在刚起飞的时候呢 就一次碰上风切与急速下沉气流 直接坠毁在跑到镜头不远的地方 飞机几乎全毁 还起火燃烧 整起事故最终造成了14个人重伤 25个人轻伤 但好显示没有人员死亡 这个事件就像很多专家说的一样 起飞6分钟降落7分钟 是飞机最危险的时刻 称之为可怕的13分钟 因为在这个时候 飞机没有足够高度 也没有足够的速度 碰到这种情况 这次能助反应的时间与空间 就是那么生死一瞬间 只能说这次又真的是一个奇迹的展现了 刚起飞就碰到风切跟下沉气流 直接被空气给砸下来 压下来 这真的是不知道怎么防啊 这次也真的是好险飞机上面的人啊 可能上辈子都有做好事 就是扶长辈过马路 啊 莫敬离很想扶长辈过马路 那好在啊 大家都是扶大命大才会这一次 都通通安全活下来啊 要不然真的是刚起飞 就这样子碰到那么恐怖的事件 真的很难确保大家的安全 那今天影片呢 其实不是要吓唬各位啊 各位不要太担心 坐飞机还是算很安全的啊 那其实发生空难的几率呢 只有三百万分之一 事实上这个几率比汽车 轮船 火车 或者其他交通事故的几率啊 都还要来得更低 换算下来 如果你每天搭一次飞机的话呢 你要连续搭三千 两百二十三年 才会碰到一次空难 所以各位 如果我的命没有那么长的话 基本上 如果你没做什么太大缺德的事情 或者是 如果你都有订阅墨金哥 那应该就 一生平安幸福啊 如果你们订阅的话 啊哈 嘿嘿 哼哼 呵呵 那也没事啦 但还是订一下好了啦 哈 嗨你啊 居咪 好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了 记得订阅墨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See you tomorrow by bai i need you now